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时间 我是语音 今天开头不上课 今天我们开头来跟新观众稍微讲一下 深夜时间在做什么好了 因为我其实最近 也不是最近啊,反正前阵子一直有在思考说 到底把这么多不一样类型的节目 塞在同一个频道到底好不好 然后后来就想说 那不然就还是用开头来帮大家分流一下 深夜时间本身是一个 就是比较闲聊然后闷闷导向的 一个节目类型 大原则上就还是会聊一些 跟森林有关系的东西 那假如你比较想要一些 金石的内容的话 那可以往森林边缘那边去 森林边缘本身 是一个比较科普性质的内容 那相对上就也比较短比较经典一点 那假如你比较喜欢一些闲聊类型的话 可以去看我跟Eason一起录的一些节目 包含像是 冰原秋之王跟冰原新闻 新闻的话就会比较大众一点 因为它就是for一个森林相关的新闻 那我们就会拿出一些议题或主题 出来一起讨论 另外的话 冰原秋之王则是比较小众一点 对就是小众中的小众 它要for的是一些我们相关的 算是系上的学弟妹 或者是相关领域的学生这样 对因为常常有人 就是跟我们反映说 说什么毕业之后 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啊 然后可能除了公务员以外的职缺选项 都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然后我就想说 好吧 那不然我们就从104之类的网站 先就是随意挑一些内容出来 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内容 还有它的一些福利选项 那就是我跟Eason一起做个讨论 给这些学弟妹或者是这些求职者们一些参考这样 对所以假如 大家对于求职比较没有需求的话 那我猜可能 可能感兴趣的程度也不会到太高吧 除非各位真的 就是很好奇森林系到底都出来之后都在做什么一些工作这样 那也许可以拿出来听看看 哦对最后还有一档是 生涯之路 对 那生涯之路比较接近是 就是我们会邀请来宾来被访谈这样 那 这一块的话 我们原则上也都会找一些 相关背景出身或者是 可能跟相关议题比较有 呃 就是相关议题的人 人事 对来被我们采访这样 对大概会是这样 再来让我们回到今天的内容 所以回到 深夜时间的部分啊 假如你现在还没有准备要睡觉或者是 打扫洗衣服 洗碗 洗盘 之 之类的 那 我其实会建议你可以准备转台了 因为你大概会听不下去 大概 对 有八成的几率啊 对啊 那 今天差不多就这样 啊不是啦 今天 今天的内容其实我想要来聊一些比较 不一样的吧 就是跟 以往在谈的东西来说 对 因为之前 的重点其实会比较科学或知识性一点 那今天 我觉得可以聊一些比较感性的东西 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 今天我想要请大家先借我十秒钟 闭上你的眼睛 那假如不想出界的话你可以当知识强劫 反正我不会还你 如果你正在开车的话 那就先请不要 虽然我很感动 有人竟然会想要在开车的时间 放 深夜时间 对 因为这个节目可能会让你听到睡着 对啊 那我们就准备慢慢的开始吧 现在啊就 让我们慢慢的闭上眼睛 然后把外面的世界都关起来 让这个世界只限下 你耳朵里的这一堆柴火 感受一下时间在抚摸你的感觉 它会带领你 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 还有新的世界 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时间的流动呢 你有多少的时间没有感受过 这些时间的流速了呢 你每天都在被这个世界 拖着向前奔跑吗 你想要停下来了吗 停下来也无所谓 停下来 才能重新思索 未来该如何前进 还有你前进的方向 我觉得不一样的时间线啊 它会给人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当然我们每一个人 对于时间的感受性 也都不太一样 像我最近在看 葬送的福利连 不知道有没有 观众有听过这部动画或者是漫画 它在讲的故事是这样 有一个女主角 它是一个精灵 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常长寿的种族 但是啊 当初和他一起冒险的那个勇者 他却是一个生命相对短暂的人类 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情是 福利连他说 十年的旅行很短暂 对于一个精灵来说 他其实短暂到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认识一个人 可是对于一个人类来说 这短短的十年 却已经度过了一个人生的阶段了 那剧透的部分我就不要讲太多 可是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对比 还有时间差 其实它常常在我们的生活中 不断的发生或者是重现 甚至也有许多的一些故事 也常常拿这件事情来做出一个 很强烈的矛盾或者是对比 例如说像是地层邂逅 反正也是另外一部动画 那在这部动画里面的神明 还有下界的子民 他们其实也是一个 类似的情况 神明对于这些下界的子民来说 几乎是拥有一个 无限的神明的存在 可是下界的子民 对于这些神明来说 却又只是一个 转瞬之间就会消失的 算是人类也好 或者是一些不同的种族也好 像这种很鲜明的对比 它其实有时候就会 在我们的脑海中留下一些 非常印象深刻的体悟 或者是像这样明显的对比 有时候其实也很容易去 引起我们自己的一些反思 因为其实这个就让我想到说 其实像树木跟我们自己本身 其实好像在某一些时刻里面 它也是处于这种关系 不管是像我们在林叶上面也好 或者是我们对于这些 我们所种植的蔬菜也好 它其实都有点 类似这种时间的一个 对比和穿梭 对于我们来说 一颗高丽菜好了 它可能从小苗到种下去被吃掉 大概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可是我们 一个人类 在台湾平均少说也要活个七八十岁吧 长一点至少要活到九十岁 这种对比有时候其实还 也不能说有趣 就是我自己会觉得 它是一种很值得去深思和感触的事情 我觉得尤其是宠物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它其实感触会更深 因为对于一只猫或一只狗 它可能活了十几年好了 十几年 它们可能就这样走掉 但是我们可能 还有好几十年要继续走 可能会继续寻找下一只宠物 或者是 因为 那一只宠物而让我们选择 让它停留在我们的脑海里面 这样 那从这样子再回过头来 看林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它就会变得 非常的有意思嘛 因为大部分我们都是从一个 人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吧 就是我们通常在很多时候都会是比较 长寿的那一方 对我们是时间流动相对上比较 缓慢的那一个 对 例如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蔬菜也好 或者是宠物也好 那就是一个蛮经典的例子 可是回到林业身上的时候 好像这个角色它就反过来了 因为对于这种百年的大业来说 我们可能在我们这一辈 将小树种下去之后 它需要经历到我们下一代经历 算是一个很精细的维护 和长期的照顾 那再到了下下一代的时候 它们才有机会去享受 这样子的一个收成 这样子的历程其实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而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 或许我们甚至不一定有机会可以看到 我们亲手种下去的这些树木 它们被收获的样子 而反过来看到这些树木的话 它反倒是看着我们一代又一代陪着它 算成长嘛 然后最终化为这些木材 那继续生存在我们的生活周遭 我觉得那个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我觉得当我们的角色被变成 被看着或者是被排伴着的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思考模式有时候就会不太一样 只是当你的时间过得比它还要快的时候 那你到底会希望可以在这段关系里面得到什么样子的东西呢? 你会希望尽可能的去把握住每一个当下吗? 或者是说你会希望可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处之下留下些什么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 我其实有时候会觉得我自己的时间过得非常的缓慢 就是当这整个世界正在快速的流动的时候 尤其当大家走在台北的街头上 应该就会非常有这种感觉 每个人都在快步的行走 然后非常有压迫感的在前景 那想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快速到达某个地方 做完某件事情 一直被快速的推着向前流动 可是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觉得有时候我自己身边会有一种无形的结界嘛 就是我很清楚我自己的时间是怎么样子在流动的 它有点像是那种在飘飘河上面的游泳圈嘛 只是它虽然有一点载浮载成 但是在这样子的缓慢的过程当中 我仿佛好像会知道说这条河流它的终点会在哪里 我觉得这也许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比喻嘛 但我觉得它又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感觉 我认为有时候像这样子一个时间的流逝感 它会逼着我把我自己的眼光放得再更远一点嘛 但有时候好像又反过来 就是因为我知道我要去哪里 所以就会觉得说好像慢慢飘也没有什么不行 因为我知道最终就是会去抵达这样的一个目的地 尽管有时候也是会很急躁啊 尤其像录节目录到最近觉得一直快要吃毒的时候 这应该是属于什么生存的危机感之类的吧 但我个人其实还蛮建议大家可以去 多感受一下像这种时间感的一个体悟吧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它是很不同于像我们之前有聊过森林疗愈的那种无感体验 就是无感体验 你可能是比较单纯的把你的感官放出来 但我觉得这种时间的流动感 它有时候会更接近冥想一点 就是它是比较接近精神层次的一种Fu吗 还蛮好玩的啦我自己觉得 对吧 因为换个方式来问好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刚刚你在闭上眼睛的过程中 你觉得时间过了多久呢 还是你们会自己默默的在心中说 诶 现在一秒钟 两秒钟 三秒钟 四秒钟 五秒钟 之类的 就是每个人的心理的时钟都会不太一样 那有时候 这样子停下来 会让一些人觉得非常的急躁 那也许有一些人觉得 好像真的已经很久没有 这样停下来去感受 这样子的东西 那我前阵子其实在看一本书叫做 北京的蝴蝶 东京的蜜蜂 它里面提到了两种的时间 这两种的时间概念它分别是代表了 一个是叫做时钟时间 另外一种则是叫做适当时间 我想时钟时间的话 大家应该相对上比较能够明确地去理解它是什么意思 只是它是一种比较绝对性尺度的东西 而且也相对比较可观 那就有点像是 现在对于一秒钟的定义它就是 色133原子基态的两个超精细能阶间 要迁对于硬的辐射的 91亿92631777个周期的持续时间 好啦反正就是 一堆天文数字 所产生的一个量化的表现 那它这样计算出来就是所谓的一秒钟 可是反观过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 所谓的适当时间是什么 适当时间它其实有点对比于时钟时间 时钟时间它非常的客观 但适当时间它就相对主观 而且像我们刚刚有提到 它其实是色原子的一个要迁的一个周期的长度嘛 数量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时间长度 那在适当时间里面它则是一种直画的表现 我对于整个适当时间的概念 其实还没有到了解得非常透彻 但就我目前的感觉 它其实就很接近我在说的这样子的一个 时间的流动感 它就有点像是接近那种运动员 所谓的Zone的一种状态吧 所以我觉得更容易理解说法大概就会是什么 人在死前会看到的那种跑马等种概念 它其实就是一种适当时间的表现 它不会受限于一个特定的时间周期 而是它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感受性 也许在时钟时间里面它同样都是一秒钟 可是你在不同的条件之下 你所感觉到的适当时间会不一样 例如说你在出车祸的前几秒钟 你可能会觉得那一秒钟过得特别漫长 可是像你可能在听我的节目觉得快要睡着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那一秒钟一下子就过了 也说不定 那或者是AE有可能是无聊到 好像这一秒钟过得超久了 它什么时候才有讲完 我觉得我想要换一个新的频道或新的节目来听了 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说到我们的产业和时间之间的关系啊 我觉得不免还是要提到神聚村吧 就是它真的是影响我深远的一本小说 在神聚村里面 我认为和时间这件事情 应该说 它把时间表现得最淋漓尽致的 不是它的这些内容 而是一句他们常用的语助词叫做Nayanaya 这个Nayanaya的意思 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说 因为我们在种树的时候 你不可能强迫着它很快速的成长 那所以你就会需要用时间去等它 那就是给它一点时间 它总会成长到那个阶段 就有点像是 我刚刚在聊飘飘河的那种感觉 那Nayanaya它其实就会带有这种 我觉得它就会有这种意味在里面 它给你的就是一种 没关系啊或者是那种 比较 算无所谓的这种感觉嘛 就是时间到了自然会解决的这种feel这样 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意味深长 大概就是用来形容 形容这种语助词吧 应该可以这样说 因为其实像这句话它在整个小说里面不同的地方 它说带出来的意涵或者是那种 嗯 就有点像是我们的各种语助词吧 它会给你不同的feel这样 有时候可能是惊讶可能多一点啊 或者是没关系的感觉多一点之类的 对 我自己觉得其实 嗯 嗯 它在这个里面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时间 这种时间感是非常有趣的 尤其是 但是 在今天 非常的缓慢 非常的缓慢 这件事情 嗯 它其实在当下并没有 它其实在当下并没有一些太大的反应 可是直到了 嗯 勇者死掉之后 然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它才开始 逐渐的去思索和 嗯 嗯 了解当初到底 发生了什么事 那甚至是 还曾经很懊悔的去想说 要是当初有好好的 去了解它这个人的话 说不定 可能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发生之类的 对 我觉得 这其实也相对上在反映了 算是现代社会里面 这种比较把握当下的一个思维嘛 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去 后悔一些事情 那 通常最后的一个 鬼因究底 它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好好的 把握当下的这个机会也好 或者是 没有努力的活在当下也好 可是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当你今天把尺度拉大的时候 从一个只能活不到一百年的人类 拉到一个 每次就要活几千年的一个精灵身上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那个当下对于 一个 非常 非常 长寿命的 种族 或者是 生物也好 来说 那真的是 非常的 唯不足道的一件事情 那感觉 我觉得 有时候就很像是那种 什么 可能你的每一个 一秒钟里面 都会有一个精神 时光屋 但是 你的脑容量 却没有 那么多的 空间 可以去了解 这里面 到底发生了什么 事情 就像你身上 其实 讲学术一点的话 你可能身上 随时你的神经都在传导各自各样不同的讯息 但是到最后你的大脑只会筛选出一些几个比较重要的让你知道而已 它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在大脑里面自动帮你屏蔽自动处理掉了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种感觉其实蛮像的 好啦那么剩下的我觉得就留给大家去感受和体验一下啰 最后啊 最后最后 因为最近真的有点缺陷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东西要来义卖了 当然全额捐助给森林边缘的节目制作费用上啦 目前啊 我尽量制作了 两个 对只有两个 因为其他都变成实验品了 假如大家对于实验品有兴趣的话 是也可以出售了 但 没关系 等这两个卖掉了再说 对 我目前做了两个软木碑点 它的图案是 西叶甲黄鞍采 就是一种台湾的植物 那这种植物呢 它是一种属于菊科的植物 菊科有什么例子呢 例如说像是 大家很爱的波斯菊啊 向日葵 这种都是菊科的植物 哦 还有一个大家很常见的 叫做大花咸蜂草 但我觉得它的长相 其实会更接近普公英的花 就是 对 但是它的那个 那个算什么 花瓣吗 我一定忘记了 对 反正是 它上面没有那么多片这样 那 详细的图案 我会放在 整个 东西我会放在 赞助页面上面啦 我自己觉得 虽然没有收到特别好看 但至少也没有丑到不能看的地步啦 假如喜欢的话 各位就自己下单哦 只有两个 嘿嘿嘿 那 那 这一集差不多就这样啦 可以准备跟大家说晚安了 拜拜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 不要动脑动太过头 如果在开车的 希望你还没有睡着 那就这样啦 拜拜 拜拜